为了推广幼儿运动台东大学幼教系和东台湾幼教宝专业促进协会 18号上午联合举办了2019东台湾杯幼儿足球公益邀请赛 单场赛事限时7分钟 年龄3到6岁的小球员们在场上立拼脚下功夫 比赛紧张刺激让一盘观赛的民众也热血沸腾起来 年龄3到6岁的小球员们跟着台上老师 搭配动感音乐大跳热声操 为即将开梯的球赛进行暖身 近年来台东足球运动风气见增 东大幼教系与东台湾幼教宝专业促进会 也应推广幼儿运动 联合筹办2019东台湾杯幼儿足球公益邀请赛 18号上午在东大体育馆开赛 共有10支队伍报名参加 体验足球乐趣 其实幼儿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幼儿足球是幼儿运动里面非常适合学龄前的孩子从事的一项活动 那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说利用幼儿足球的推动 他在那个场地上虽然说需要比较宽广的场地 但是他所使用的器材还有游戏规则 都是孩子比较容易参与的 有活力然后就想到就会说我们去运动 然后不会说我想要去外面互动 外面户外走一走这样 限时7分钟的比赛中 小球员们各个驰骋球场 双方你来我往力拼脚下功夫 在球门前则展现团队合作的默契挡下进攻 紧张刺激的赛况也让一旁观赛的民众看得热血沸腾燃起球魂 为确保赛程顺利进行 台东大学幼教系也特别出动49名学生协助比赛 并在场边设置闯关游戏 让等待出赛的小球员也能乐在体育活动中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